国内目前有90万人罹患有糖尿病 不过调查却发现高达三分之一的人 事实上都没有做好饮食控制 因此随时会有严重的并发症 不过有些好消息是 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发现的一种绿藻 可以治疗糖尿病 而且效果比目前的药物都还要更好 桌上这一颗颗绿色的小药丸 就是国人最新研发出来的成果 它是从淡水植物中饮藻所提炼出来的 据说如果把这个吃下去 糖尿病人就不用再瓶瓶罐罐 一下子要降血糖 另一边又得担心血脂肪过高的问题 对糖尿病来讲除了降血糖一样 它的副作用最大的就是胆固醇血脂肪过高 所以如果可以同时降血糖 也可以降血脂肪的话 我想这个是最完美的一种药物 不止如此 像过去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常常对肝跟其他的器官都会造成副作用 现在用纯天然的银藻来提炼绿色小药丸 就希望能够为糖尿病的患者 更有效地控制血糖浓度 又不会带来任何的负担 还有重要的医疗新知识 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当中的第五位 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 绿藻当中提炼出来的银藻制剂 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糖分 有效治疗糖尿病和高血脂症 由于绿藻是天然植物 长期服用也没有副作用 原本只是降胆固醇 预防心血脂症的银藻 竟然也有治疗糖尿病的效果 研究发现银藻当中的有效成分 不但降血压还可以降低血糖 甚至达到正常值的标准 在银藻里面找到一些有效的成分 那么可以经由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机制 那么可以同时降低胆固醇 也可以来降低血糖 以往同时治疗糖尿病与高胆固醇的药物 因为毒性强会伤害肝脏 并不被普遍使用 不过银藻属于绿藻的一种是生长在淡水当中的天然植物 因此如果能顺利研发所含成分 预期将对国人的健康有更多的帮助 发现了一种绿藻可以治疗糖尿病 那么这个效果呢比目前的药物还要好 而且呢没有副作用 国人越来越少运动饮食西化 使得糖尿病成为十大死因第五名 每年约一万人死于糖尿病 糖尿病死亡人数也是十大死因里面增加最快的一种病 还好治疗糖尿病传出好消息 这是这种绿藻的新品种银藻 最近被国家卫生研究院发现可以治疗糖尿病 效果比目前所有的药物还好 而且没副作用 可以降血糖也有降血脂肪的 要不要拿来试一试 他们做了以后就非常有效 比目前已经知道的 唯一的一种药物 那个还没有上次的一种药物 竟然还高了十倍 如果民众直接去买银藻吃 到底有没有效 但是我想当然有效 国家卫生研究院希望借由银藻的饮食疗法配合药物治疗 能让糖尿病患的血糖得到最好的控制改善病情 血糖以及胆固醇 在未来呢如果是能够从这个藻类分离出整个之后新的药物之后呢 将会造福更多的糖尿病患 在银藻里面找到一些有效的成分 那么可以经由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机制 那么可以同时降低胆固醇 也可以来降低血糖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潜力的一种新药 目前从这些银藻所制成的健康食品当中就发现 每一天吃30克 长期下来就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以及血糖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人员也将会积极研究 如何将银藻当中的活化因子制成新药 就希望可以有效的抑制高居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五的糖尿病